热带风暴李一在路易斯安那、密西西比以及阿拉巴马州南部带来了豪大雨和时速将近100公里的强风 路易斯安那州杰弗逊郡近6000人疏散 全州3万5000余用户停电 所幸并没有传出重大伤亡 不过担心重创墨西哥湾区 当地的钻油设施现在是全面停摆 人员也已经撤离 热带风暴李一三日晚间通过路易斯安那州海岸 预料将为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带来惊人雨量 包括地势低洼 6年前惨遭卡翠纳飓风蹂躏的纽澳粮食 移动缓慢的李一 铺向墨西哥湾沿岸地区 当地时间3日下午 墨西哥湾上的237个石油 天然气生产平台 以及23个钻油设施的工作人员完成撤离 目前这个地区将近60%的外海石油生产 以及将近55%的外海天然气生产 都已经暂时停摆 新唐人电视国际新务部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